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会不会刺激中国加紧军备 今天我们邀请美利坚大学亚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赵全胜教授 来和大家一起探讨这些问题 节目进行当中欢迎各位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电话来参加讨论 电话号码是10810-866-837-5161 在中国大陆的某些地方您可能要先拨打108-710 然后再拨打866-837-5161 另外您也可以发电子邮件来参加讨论 我们的电邮地址是US新闻at gmail.com 现场直播 及时扣印 关注国际局势 掌握国内动态 电视广播同步播出 一个直接对话发表意见的平台 全面客观 好 欢迎回到我们的现场讨论 现在我们就请赵教授来跟我们谈谈今天我们要谈的这个美日军演问题 赵教授欢迎您来参加节目 好 主持人好 这次美日军演大家已经知道是从3号开始要进行8天 那它的规模呢是美日历史上最大的一次联合军演 那您可不可以就是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次都有哪些兵力多少人数进行了这次兵演 好 这次据消理讲到的是历史上最大的这个美日军演 其中包括了这个多达四万多的军力 大概这个日本是三万多美国是一万多 同时呢还有这个军舰飞机 大概有这个几百架四百多架飞机 还有六十多架这个多艘这个军舰 其中也包括这个美国的乔治华盛顿的这个航空母舰 还有日本的这个舟四号的护卫舰 所以可以说是他们代号呢是利舰 也有叫锐舰 反正确实是规模相当大的 那么主要目的呢 它当然是有海空陆地都有 有这个保卫岛屿啊 反对导弹啊等等这样的一些目的 那么它假想的敌人是谁 现在的从公开的这个说法呢 是朝鲜 那么朝鲜因为有了核实验 也有一些其他的这个最近的一些军事行动 那么像诈尘天安舰啊 还有这个延平岛啊 这样的一些事件 那么实际上他也在讲 这是以前就都规划好的 是历年都要去进行的这样一个军演 但是与此同时 当然也因为这个演习的地点 各方面都很敏感嘛 也进入到了黄海啊等等 那么这些呢 就是这个 也对这个中国呢 也造成了一定的敏感 所以这方面 几个方面都表达了很大的关切 是 您刚才也提到这次假想的敌人 主要是朝鲜 也就是北韩 那么这样的这个大规模的军事演习 会不会对朝鲜起到威慑的作用 或者是反而起到反作用火上加油 这个我想应该是这样的 这个演习的本身呢 现在谈了很多的是军事安全方面 实际上呢 这个演习本身 它有一个双重的意义和目的 一方面是军事安全 另一方面是政治外交 所以这两个这个不同的战线呢 实际上都在展开 我们都知道这个朝鲜 由于它内部接班啊 还有等等的转型啊 可能性的转型啊 也可能呢 会有一定的内外危机 所以由于这个最近一系列动作呢 也更加凸显了国际上的孤立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前景下 恐怕这个演习如果是针对朝鲜的话呢 有一定的这个威慑作用 就是说呢 不要把动作搞得太大 但是我觉得还有另外一层呢 就是这个军事外交这方面 军事外交这方面呢 就是造成了新的这个军事外交的 在东北亚的格局 所以呢 特别是这个通过这些事件的引发 是这个美日韩三方面的这样的一个 也有人管它叫铁三角 也有人管它叫这个三方联盟 实际上历史上都是两方联盟嘛 美日联盟美韩联盟 那现在把三边搞到一起 比如这次美日军演第一次 这个韩国也被邀请 作为观察员到美国军舰上去观察 这个以前也是没有的 再加上最近在华盛顿的这个 美日韩三边的外长会议 可能都凸显了这样的一个 新的政治外交的 这样一个方面的一个发展 这非常有意思 您刚才提到在军演方面 也是美日韩三国 然后在这个星期一 美日韩三国外长 也是在华盛顿发表这个联合声明 那这样看来 就是是不是说 他们在这个美日韩 在会谈的时候 撇开了中国 东道国中国 就是六方会谈东道国 还有也撇开了俄罗斯 这样看来 是不是这个所谓的铁三角 现在成立的意义 有点是抗议中国 在朝鲜问题上没有作为 但是与此同时 我们也都知道 这个欧巴马总统 和胡锦涛主席也通了电话 也可以避免造成这样的一个影响 所以实际上就出现了一个可能性 就是一方面我们看到 其实大家也不一定愿意看到 这样一个局面的出现 就是美日韩为一方 中俄朝为一方 这个变成 如果是出现这样一个对峙的局面 恐怕又有回到冷战时期的一个可能 那这样的是大家并不愿意看到的 实际上我的感觉就是说 美国呢在加强这个美日韩三边关系的同时 也觉得这个中国也是不可或缺的 这样一个角色 所以他在这个保持接触 保持联系 我们也特别知道 下个月胡锦涛主席就要到华盛顿来 进行国事访问 那么在这样的过程中呢 恐怕都会有非常密集的 中美双方的一个 这个谈判也好 接触也好 协商也好 那么东北亚安全呢 会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议题 一个话题 好 谢谢赵教授 那各位 我们现在是美国之音的 实施大家谈节目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讨论的话题呢 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 美日联合军演会不会起到 威慑朝鲜的作用 或者还是会给这个半岛的局势呢 火上加油 美日军演又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在美国之音演播室的嘉宾 是美利坚大学亚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 赵全胜教授 您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电话 提出您的问题 或者发表您的观点 我们的免费电话是 10810-866-837-5161 在中国大陆的某些地方 您可能要先拨打108-710 然后再拨打866-837-5161 您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吗 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途径 这样您的手机能上网 您就能随时随地收听收看 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 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简体版的地址 CN.VOA.MOBI 繁体版的地址 TW.VOA.MOBI 赶快用您的手机试试 天下新闻天天看 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此外您也可以通过电子邮件 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 我们的电邮信箱是 US新闻at gmail.com 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世界局势变幻莫测 美国之音广播电视网络 24小时追踪 为您提供最新消息 东南西北天下市 试试报道 客观详识公正可靠 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广播电视网络 通晓美中大使 锁定美国之音 好 欢迎回到演播现场 我们今天的话题是 美日联合军事演习 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听听听众和观众的意见 江西林先生您好 这个军演肯定是可以 比较震慑这个百寒的作用 可以恐 不仅是震慑这个百条件 还可以对中共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威胁 开始的时候 我们俩去年没有炮击的时候 严明岛的时候 那个要到黄海来军演的话 那个华晨顿好 共产党可以往往叫 抗力 叫得那么像现在来了 反而没声音 他们心虚 他们没得不到人民的支持 我们中国人民 百分之九十的人民 都支持美国 跟日本韩国 韩国去统一百朝鲜 你把那个独裁专制 赶快消灭 只有通过这个战争 没有其他的方法 和平是很难实现的 好 谢谢林先生 好 谢谢 好 我们请赵教授来评论一下 他的这个意见 他说只有用武力 才能解决问题 现在是这样啊 这个因为从方方面面来看呢 恐怕还都是以这个和平 来解决这样的一个 作为一个主要的目标 特别是地区的安定 那么这里面呢 就要避免一个 这个事件发展的一个失控 那么所谓失控呢 要控制什么呢 就是要不要擦枪走火 特别是这个 那么美 这个韩朝两边啊 或者是南北韩和南北朝啊 他们都是一个相关的 那么比如这次打炮 就两边直接打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后面的大国 这个中美日俄 这四个方面 怎么样能够把这个局面控制住 也就是说不要由于这个半岛上的一个局面 造成大国之间 特别是和大国 不要在这里呢 引发这个一个新一轮的大战 也不要引发冷战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就需要这个各国领导的一个外交智慧 来控制问题 所以和谈为主 外交为主 而不是动物 好 谢谢赵教授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听一听听众和观众的电话 湖南的张先生您好 您好 你好 嘉宾好 请教 我想谈两点看法 第一点 我认为现在这个东北亚的局势是够乱了 这个再一个呢 美国这次军演呢 规模相当大 跟韩国军演了几次 跟日本又进行了大规模军演 特别是把这个 华盛顿号开到这个黄海岸 确实在中国人的这个心目中 确实认为美国对中国是个威胁 我本人我是这么个感觉的 我认为呢 依靠武力 依靠威慑 去迫使一个国家屈服 那是完全做不到的 这不是上个世纪初 是吧 再给我讲呢 现在呢 还是要通过联合国的框架 来化解一些矛盾 不能说你跟这个结盟 跟那个结盟 去对待另外一个国家 是吧 总可能找出些办法 中国人是不想打仗 我相信美国大多数的老百姓 也不愿意打仗 是吧 战争只能给人类带来毁灭性的后果 是吧 好 再一个呢 我想呢 我想提最后一点 请这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